晴空塔,一名东京晴空塔,Tokyo Skytree 是日本东京市的一座电波塔 也是全世界智利式电波塔中最高的建筑物 高634米 晴空塔的建设于2008年开始,2012年完成 并且在同年5月对外开放 它的主要功能是提供数位电视和广播讯号 此外,它还是一个重要的观光景点 每年吸引大量的游客 晴空塔由钢铁和混凝土建成 其特殊的螺旋形结构让它在地震时能保持稳定 它独特的设计也让它成为现代东京的代表性符号之一 在塔内,有两个主要的观景平台 天望甲板和天望郎 天望甲板位于高度350米的地方 而天望郎则位于450米的地方 从这两个观景台上 你可以欣赏到壮观的东京市区全景 甚至在天气好的日子里 还可以看到远处的富士山 除了观景台外 晴空塔内还有各种餐厅和商店 包括提供传统日本料理的餐厅 以及售卖各种具有日本特色的纪念品的商店 在晴空塔的底部 是一个大型的购物和娱乐中心晴空塔城 这个购物中心拥有多个楼层 提供各种各样的购物和娱乐体验 你可以在这里找到各种品牌的时尚服饰 手工艺品 日本特色礼品和美食 此外,晴空塔城还设有电影院 游乐场和博物馆等设施 让游客可以享受全天候的娱乐 晴空塔也是一个举办各种活动和展览的场所 在特定的节日和季节 塔顶的灯光和装饰会变换 为游客带来不同的主题体验 此外,晴空塔还举办各种艺术展 音乐会和文化活动 让游客们可以在欣赏美景的同时 感受到东京的艺术和文化氛围 晴空塔所在的地区 有着丰富的观光资源 附近有着知名的观光景点如上野公园 浅草市和东京迪士尼乐园 游客可以轻松安排行程 探索东京的魅力 总结来说 晴空塔是一座令人惊叹的建筑 不仅提供了卓越的通讯功能 还成为了东京的地标和观光景点 游客们可以在这里欣赏壮观的东京全景 体验多样化的购物和娱乐活动 参与各种展览和文化活动 晴空塔以及独特的建筑设计和迷人的氛围 成为游客不容错过的目的地之一 无论是观光旅游还是购物消遣 晴空塔都提供了丰富有趣的体验 让人们沉浸在东京的返怀与魅力之中